哇哇哇哎兄弟兄弟等一下这边刚好可以露营在这吧哇来看一下你这个车好厉害呀 就是刚好从那边过来是吧对哎呀这个地方刚好可以露营停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车可以吗刚好那边湿了 等它干了我们再停过去哦你这个从哪里过来的我从浙江都没有过来的浙江 在这边跑过来这么远走了多长时间啊三个多月走了 哦一直到这边来到拉萨了哎呀我看看你这装備好多呀这个黄色的是什么 哪个这个黄色的是一块七十二幅一百二三的锂电池带着电池 我用这一部包子的嘛因为它在外面怕它寄费晒坏了 这些箱子都是装的一些日常用品对这还带个铁锹是干嘛的 铁锹线车的话可以挖挖嘛对吧 啊线车了可以挖一挖 可以可以可以哇最主要是我觉得你这个风力发散搞得很好呀 风力发电的这个系统因为我这个电动车啊 啊或者黄车啊就没电啊就没电的话退都退也不用 所以说必须要电力也是保证不够啊啊啊就路上这样吧 对晚上就睡这个车里面 我在这里面住了三个多月了一直都睡车从来不住也不住电查的 我开过三次宾馆都是洗洗洗澡的洗洗衣服这些的 之前是淋浴花仨洗澡帐篷都有后面我现在的东西多都把这些给扔了 洗澡的话我就洗澡的东西我就不带了好现在就这样 因为天冷嘛然后也不是天天出汗我就不是每天洗澡了 是啊人家说来太爱干净的人不适合来洗澡的 对你天天洗澡不行的 就是之前都是夏天嘛天日啊你每天出汗不洗澡睡不着觉嘛 哦那你你这个这个小办法是怎么连接到你这个摩托车上面来的电动车上面来的 用螺丝连接的这里啊下面哦哦这样的就这样挂住的哦这个还实现的拉个几百斤没问题 只要你这个车能拉的动它是后面就没问题 没问题 你这后面拉的重不重啊 不大两百斤啊看一下你这后面都装了些啥 哎呀我去 这个车你花多少钱这个车 这车三千八百呢哦这是个被子啊 然后这里边挺简单的 这个是啥呀氧气 这个氧气好轻啊氧气没有重量是吧 这个是啥呢 这个工件啊 这个工件 你这也是四合远方啊 还可以带工件 所以说你们一个人睡的感觉空间怎么样 嗯空间是有多够了 它就是那个床坡的大铁嘛 宽是九十宽 就是工厂上班的床 床坡的刚好大铁是一样的 那都是山下铁嘛 长动上的话可能还要长点 这是两米二长 两米二你多高 我是一米八 一米二可以了够大了哈 那就是这就是睡个觉很好 是嗯 那你这个我看看你这层面 那个吃饭做饭的工具也带着的吗 这个箱子里面 前面箱子里面放了 前面就这几个箱子全部搞地 这边 哦电炉 电炉这 你车上有多少电 车上是十分路电 就是这个 还有柴火炉嘛 还有柴火炉 路上随便捡点柴火就可以做饭了 对对对 哦 你这个可以可以 啊 你这个是 我最缺的就是电 只要保重电也不缺 西藏是不缺水 不缺柴的 哦 不缺柴 西藏都可以捡到 哈哈哈 那可以 你这想法太好 你是怎么想着你这种方式出来了 没有钱嘛 没有钱 这好像跟钱没有关系吧 你看有些人都不敢出来是不是 你还敢这样 那你万一在路上睡觉 听他们说西藏那些野生动物很多 万一跟你在 那个熊来的一下子就给你排坏了 那我才拉个房车嘛 要没有 要不然的话我就搭帐篷了 就搭帐篷跑得更快点 这个的话主要是穿过五温区就是安全问题嘛 啊 你平时是走到那些城镇呢 还是村镇这些之类的 我在三岸都是有露营地的 但是你后面走那个二十九去新疆那都是五温区啊 哦 这五温区 那就没有 那到时候买菜这些怎么搞呢 你就是走路上买菜呀 吃的喝的这些 一天吃的就行了呀 穿五温区的话买够四天的就行了呀 哦 五温区 哈哈哈 米饭都带购的 我都没买过米饭 带一包都给我吃一个月了 大米 啊 好 一包十斤重的 对 给我吃一个月了 就我最担心的就路上就是买些吃喝的不方便 是吧 吃喝吃的贵点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哦就是贵点 倒是啥都有是吧 这毕竟也是个电动车嘛 它比自行车拉的东西要要多了 哦 人家自行车的都可以上五温区嘛 哦你这个也太厉害了 行行 我第一点我就是拉个房车去考虑到去五温区的话安全一点嘛 啊 睡觉的话房子有什么野生动物了 就就怕这个嘛 对 嗯 你遇到过没有 目前我走的是318 没有遇到 还没遇到过这些 在路上只遇到过猴子 啊 我也遇到猴子 他们说的熊啊 什么其他的无蓝 我还比遇到 我就最多遇到猴子 行不行 兄弟你忙吧 好 我们在路上遇到啊 好的好的 行行 等会再干就可以这路营了 好 好了我走了